大家好,我是Zan 历史上有许多至今无法破解的谜案 1931年,英国就曾发生了一起被很多人关注的谋杀案 令人生意一旦又无法破解 被称为史上最完美的谋杀 这个案件就是89年前轰动英国的华莱士齐菊杀人案 威廉·赫伯特·华莱士是一名保险代理人 此外他还是一名国际象棋爱好者 经常在利物浦中央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 1931年1月9日夜晚 华莱士如常去象棋俱乐部参加赛事 刚到俱乐部,一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便告诉华莱士 25分钟前接到一个电话 一名自称跨斯鲁的人约华莱士第二天晚上7点半 到利物浦晨西的曼洛乌花园东路25号见 讨论关于保险的事宜 第二天晚上,当华莱士乘坐电车 安约定的时间到了晨西 却发现他要找的地址根本不存在 华莱士向好几个行人问路 但都被告知没有这个地方 华莱士感觉很奇怪 他又在附近几个街区 转悠寻找了45分钟 人没能找到,便离开这里回家去了 8点45分左右 华莱士回到家中 却发现他的妻子朱莉亚 倒在客厅的地板上 头部遭到棍棒重创 血液飞溅到墙上 已经身亡 华莱士赶紧报案 25分钟后 当警察到达时 调查人员注意到 房子没有被强行进入的迹象 现场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除了朱莉亚被杀害 家中存放的一小笔钱也不见了 这看起来像是一起凶手通过计谋 将华莱士骗走 随后又来到他家中完成的抢劫杀人案 但侦办此案的警方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是入室抢劫 为何家中没有任何强行入室的痕迹 为何朱莉亚没有任何反抗 为何在抢完钱后还要贴心地将钱箱盖上 并放回原处 家里的贵重物品除了钱财外 均没有丢失 凶手在离开时还将门关好并锁上 案发两星期后 警方因神秘地向其俱乐部电话留言 逮捕了华莱士 警方认为华莱士是凶手的理由一共有三点 根据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回忆 他与凶手的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请问华莱士先生来了吗 抱歉 恐怕还没有 但他随后会到是吧 说不准 不过如果他要来的话估计快了 我建议您稍后打来 当时 这位夸斯鲁先生拒绝稍后打来 而是选择留言给华莱士 并嘱咐工作人员 他要陪女儿过生日 所以不要让华莱士打电话回去 警方认为华莱士是自导自演 那个打电话的 跨斯鲁就是华莱士假冒的 最重要一个疑点是 打电话的那个电话亭 距离华莱士家只有360米 这个跨斯鲁先生完全可以直接到华莱士家里谈 为什么非要绕到电话亭打给俱乐部呢 华莱士的家距离俱乐部 大致是25分钟的车程 而那天的电话 刚好在华莱士抵达俱乐部前的25分钟打来 警方认为 华莱士可以在家附近的电话亭 先给俱乐部打个电话 然后再去俱乐部 以制造第二天的不在场证明 据警方推断 事发前一天晚上 华莱士去俱乐部比赛 只有他本人知道 华莱士是业余选手 之前已经两个星期没去俱乐部了 而这个要找华莱士谈保险的人 恰恰在不知悉的情况下 把电话打到俱乐部 而且口气非常确定当晚华莱士会来俱乐部 当时的利物浦中央向其俱乐部实行严格会员制度 外人无法通过普通的公用电话 查到俱乐部电话 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如何知道俱乐部的电话的呢 综合以上理由 警方认为华莱士有作案嫌疑 1931年4月22日 法庭审理开始 华莱士的律师拿出一张对异表 那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异表 成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 原来早在1930年11月6日 俱乐部就把比赛的对异表贴在了布告栏上 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对手和每轮比赛的日期 律师表示 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比赛日期 对异表上面清晰显示出 华莱士于1月19日参加比赛 这使得控方说的只有华莱士自己知道 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推断 不能成立 但控方同样从对异表上捕捉到一条讯息 按照比赛安排 华莱士在之前还有另外两场比赛 但他并未出现 也就是说 即使夸斯鲁真的存在 并且通过对异表掌握华莱士的行踪 他还是无法保证华莱士会在两次缺席后 于1月19日回归 收到他的留言并在第二天赴约 辩方又指出 袭击朱莉亚的凶手 全身将不可避免的沾满鲜血 但经过检测 华莱士在凶沙发生当晚 穿的衣服并没有沾染任何血迹 但控方根据现场发现的橡胶雨衣 又提出假设 华莱士很可能在作案时就裸身穿着雨衣 避免衣物上沾上血污 检测报告表明 房间的浴室和下水道没有检测到血迹 但马桶里有点凝结血块 来源不明 控辩双方的证据就这样互相抵消 互相平衡 审理的第三天 一个送奶工人的阵言打破了这一平衡 他向法庭证实 1月19日晚 他在电车站等车时 看见华莱士从电话亭方向走过来 与他一起候车 而电话亭的方向却与华莱士住宅的方向正好相反 华莱士案被英国媒体评为开堂首捷克第二 吸引了众多目光 由于媒体的介入 利物浦群众都认为华莱士就是本案的真凶 而杀其凶手的恶名也扣在了华莱士的头上 为了不影响判决 法庭特意从利物浦以外的地方挑选了陪审团 1931年4月25日 陪审团最终认定华莱士谋杀罪名成立 将其处于绞刑 当法官问华莱士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 他说 我是无辜的 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5月18日 伦敦刑事上诉法庭受理了华莱士的上诉 并驳回了原判 理由是证据不足 5月19日 华莱士被无罪释放 经历了这一波三折后 华莱士终于获得自由 但他生活轨迹改变了 因为很多邻居和朋友都认为他是凶手 都躲着他 就连他喜欢的国际象棋也下不了了 一年后 华莱士因肾病病逝 用主审官怀特的话说 这是一桩天才谋杀案 如果凶手是华莱士 案件手法非常完美 恰到好处的布局 恰到好处的不在场时间 但是他已经去世 这桩案件只剩下解不开的谜团了